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留战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请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留战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伯红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人 沙纳老师 欢迎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怀疑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约老师 欢迎 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土雷老师 欢迎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说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会发现 在我们老师的两边 有两只箱子 这两只箱子里面 珍藏的是今天第一对嘉宾的 爱情记忆 当这个爱情记忆被打开的时候 会对他们的情感 产生怎样的影响 来 了解一下第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一年来我们一起牵手走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爱情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 也许它已经遗忘 但是对我却记忆犹新 希望它能成为我对你最真情的告白 你总说我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总说我心里没你 我们总会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 我们不能相互包容和理解 希望这件东西能让你更加懂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哲20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哲 有请 女嘉宾小男21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男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是吧 是 我感觉他一点都不会哄我 就是每次只要一吵架 肯定都是先讲大道理 从来不会想因为我是他女朋友 就是关心 关乎我的感受什么的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本来都上得好好的 突然间就说我一句 然后那你说 你哥谁心里能逮尽的 那我肯定得生会气吧 上课你说了一句什么呀 认真听讲 不是 他说你腿得这么粗呢 你没事上课看 人家小女生的腿干什么呀你 正常我下午没有课的时候 都去陪他上课嘛 然后我行司一起上课 开个心形的 当时我就行司 跟他开去玩笑 然后我也没有感觉 他当时生气了 然后下课的时候 他就直接回寝室了 感觉他不开心 我就还得哄他 我就一直没睡觉 一宿都没睡觉 哪哄我呀 你都没哄我 你啥时候哄我了 我跟他一直发微信 我一宿都没睡觉觉 你一宿没睡觉觉 你就给我发了几条微信 那我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还去 第二天早上都下大雨了 然后拿雨伞 上午还有课 我就上他寝室楼底下等了 然后那个有课的那节课 我还陪他一起去上课 我都没有去 然后就到最后才好 那一直第二天早上的都没有好 那么冷天我去找你了 那我第二天早上八点的课 我七点多下来 完全来得及 那你六点多来 我不也六点多就下来了吗 那我不也是心疼你 也怕你天冷我才下去找你的吗 那你说平时哄我的时候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气了 就瞎哄 每次给我哄都说 就两句话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不然呢 不是 那你说我都不知道 因为啥生气 你这么哄好使吗 还有就是有一次在湖边 就是本来挺好的 天气挺好 我俩心里也老好 就心里溜达溜达 那你说的都年轻人吗 那走走道 你牵个手搂搂抱抱的 很正常啊 我就想让他 对对对 牵手我觉得很正常 你们搂抱着怎么走路 我不太知道 对对对 哦 这样啊 叫勾肩搭背 对啊 勾肩搭背 就是很正常吧 也不是什么好词 对 我就想让他真的 我就想让他抱抱我 啊 我就觉得 毕竟是男女朋友 那这样不是气密一点吗 对对对 他就死活不干 那你说正常 咱俩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也不是少抱你了啊 对吧 那正常那么多人呢 两个人为什么非 突然就要抱一起啊 多不好意思啊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我一个女生都没不好意思 一个大老爷们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正常可外面那么多人 一下子就抱起来 那肯定不好意思啊 我没让你抱起来 你说你知道他当时说我啥吗 他说我咋抱你啊 你死沉的 你说有这么说话了吗 那不都开玩笑吗 那你开玩笑了 你也不会哄啊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在学生会 学生会我就行 那没啥事 我看本书呗 就非得问我那书名叫啥 那我想了解一下他嘛 然后我还想看看书什么呢 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书能推荐给我 然后他就 我也不知道你看什么书 我推荐给你什么呀 然后就把书摔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了 那是我摔的吗 书不你摔的吗 大冬天呢 大冬北零下二三十度 老冷啊 就非得拉着我 搁那个雪地里 就吵那个架 我就说要不大家等一会儿 咱找个暖和点地方 把事解决了再说 这事能等吗 那有啥不能等的 冻坏了咋整啊 那不得先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 你看他就非得在那块等 我们问一句 那本书的书名 到底叫什么呀 叫白夜行 他就只说了不就完了吗 我就不想跟他说 你看他就不想跟我说 他就这样 每次生气的时候就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生气了 孟学要的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啥生气啊 你都不知声 那你不会自己猜呀 那我生气了 我还得告诉你 我生气了 那多没意思呀 就是心里没有我 在这他每次都说 答应可好的了 说哎呀 过两天给你一个小惊喜 保证让你开心 开心的不行不行的了 就别的就算了 那你说过生日 那么重要的日子 我也没回家 我也没找别人 我就找他跟我一起过了 他都答应我好好的 提前一个月答应我 给你一个老大的惊喜了 然后呢 领我吃一顿饭就完事了 那我觉得正常 就是咱们都是学生 经济条件就给人摆着呢 那吃一顿饭 我看别人啥的 单独两个人 吃一顿好吃的 是不是也是 过得挺惊性的 那我也没要吃多贵的呀 那我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 那下 你明年再补回 你要吃一顿饭 那明年都啥时候了 那再出一年 就吃上了呗 就前两天 前两天失忆的时候 他回家了 然后呢 我给学校等他 也是啊 快回来的时候跟我说 你放心 这次肯定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呢 你给我带回来啥 来你说说 我带 我给他带一兜大零食 回来 那你说那一兜零食 算惊喜吗 我可哪不能买 我非得让你给家 大老远带回来呀 那我主要是我给家里头 带回来 那我坐火车 坐那么长时间 那是不是一份新意啊 你也不 就算是你不喜欢 那你说买那些吃 是我喜欢吃的吗 那就算不喜欢吃 你是不是应该咋的 应该表现开心一点 那你不能说 我开心了 我罢了 对啊 那零食不给你吃 就是完了呗 那就不就惊喜吗 你不是 你听谁说 我那送惊喜 送了一兜零食 就完事了呀 不是 那你希望 后面还干点什么呢 那没事干点啥 那你都答应惊喜 那肯定是我想不到的呀 关键是平时吧 零食也没想到啊 我确实 对吧 就确实没想到嘛 是 关键是就是 零食都是平时 就是能看见的东西嘛 我就行的 你整一个 哪怕比零食 稍微好一点的呢 你给我这本书 比如说呢 这本书 整个口红啊什么的 那我不是要啊 我就是打个笔 不是 你可以要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 他心里就是没我啊 他就是每周 都必须去包一次宿 去网吧 但是他一去网吧 就肯定失联 就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再回来 就找哪找不着这人了 就不知道干啥去了 那你说我外面有点 剪辑的事 我找你 我找我谁去 我上哪找你 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吗 而且他那个电话 你也知道 你就打给那个电话人 就行呗 天大黑的 我自己啊 一个女生去找你 你也不怕我出了啥事啊 那我怕出事 那你就打电话 给那人就完了没 你接吗 我打电话给你接吗 你给我肯定不接啊 哈哈哈哈 你给他打 他叫我 我就知道这事呗 那这么有理的呢 给你你还不接啊 有一次我给打电话的时候 哎 破电话接了 我老开心了 我说哎 你终于接电话 那边耳机 是个小姑娘的声 你带人家小姑娘玩什么吃鸡啊 那我不是 正常 就打游戏匹配上的吗 又不是我认识的 匹配上你就跟他玩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不喜欢让你跟小姑娘说话打游戏啊 那我也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男的女刚开始啊 后来刚刚好就让你听见了吗 那这个你不知道男的女 那你前女友呢 什么前女友 那上去吃饭的时候 你为啥给你前女友结账啊 那我都结 都分手了 就普通朋友了呀 就分手了就不能当朋友 我的心里都肯定是傻傻没有啊 那关键是你当时为啥不告诉我呀 那我不是 你看现在你都多想 我不怕你多想吗 那你要不告诉我就更多想啊 因为你前女友这事你瞒着我 那咱肯定就是偶钻四难 就是有事啊 我就是希望你心里头没有这个事 不想让你难受 所以不告诉你的 那你越不告诉我越难受 那你光说这个事情 有一次我领你去吃火锅去 那正常吃火锅 咱俩两个人就应该说说笑笑 开开心情地吃火锅啊 为什么你一直玩手机 就看着手机还不让我看 然后我一问你你就生气 那我后来不吼你了吗 那为什么最后你又不开心了 那吼你你不开心 那我不就生气了吗 那吼不好你就生气了 那我又不知道咋吼 那你就自己就回寝室了 你就不管我了 我没不管你 你把我送回到寝室 你就走了吗 那你也不怕 我晚上自己出来啥事 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可好了 因为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就刚在一起的时候 啥都听我的 就可好了 一天天可温柔了呢 现在就是一两句话说不好了 就摔门就走 然后就是吵着把火的 反正就不想哄我 说啥就是不想哄我 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哄过人 我也不会哄人 所以你就自己消化吧 我现在也在学了 我都已经感觉我已经变了 你感觉有什么用啊 那我感觉你变好了呀 谈恋爱的时候 谁追的谁呀 是我追的他 会追哈 还行 追的时候会哄不 追的时候还行 还行 觉得时候可会哄 那家一天天零食送的 对啊 送零食 正好 那个时候零食也跟后来的零食味道不一样 是吧 那个时候是惊喜 是吧 后来就成平淡了 所以一年多的恋爱谈的已经乏味了 对吧 我就是有点憋怯 我就显得能调解调解吧 调解不了 那我也没着了 分不分 我不想分 会不会哄人 会 能会 能给惊喜吗 能 那咱都没做呢 就是这两次不是没做到 没做好 哦 关键是他没做到也就算了 就每次那个惊喜没得到 就不会说他自己的原因 就会赖别人的原因 就可能会说 我今天我侍入找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惊喜了 或者第二点说 哎呀 今天你不适合有惊喜 嗯 就没了 这个惊喜的适合和不适合 是怎么区分的 给我们上上这堂课好吧 就是当时我也觉得 可能不太不太方便 我就这么说 啊 借口 是个借口 也承认是个借口 啊 所以女生其实 一年多谈下来 有点想跑的意思 是吧 觉得不舒服 男生还浑然不知呢 是不是 听起来好 没什么大事 但是你会发现 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 实际上对不上槽 今天能对上那个槽吗 看看老师们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伯红修 这一个小男生 其实他可能 对爱情有很多的迷茫 就刚才说到那个惊喜 惊喜是因为意外 你每次把自己惊喜 都提前告诉了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呢 让她的希望值很高 结果呢 你的那个惊喜 在她眼里 根本不是惊喜 但是我能看出 你已经努力了 关键是方式方法 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一点 你还真误解她了 另外你认为 她哄你就是爱你 对吧 但是哄 也并不能完全定义为爱 男生哄女生 天经地义 但你要知道 世事要哄 也总要哄得累的一天 哄得烦的一天 当然你也有些小问题 原来你死死地追她 现在追上了 你是不是有点感觉 就像鱼被吊上岸了 就不用喂食了 你就比较随意了 所以爱情 有时候还真要双方努力 大家去保鲜 但同时生活也是要的 爱情也是要的 在这样的一个迷茫的当口 关键要看 这一个男生 他的品质如何 好的 我就说这点了 好 谢谢 谢谢伯红兄 向导老师 二位好啊 一开始我先送给你们两个人 各一句话 对男生说的呢 就是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嘴甜点 别犯懒 对女生说的就是 不要猜 请直说 你们两个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是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一年了 已经失去了 对对方花心思的 那个初衷 我相信在一开始 你追他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说 你腿怎么那么粗 你死沉死沉的 你会说吗 不会吧 一定不会说吧 就是因为你觉得 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样啊 已经在一起了 还需要花心思 去说那些话吗 但恰恰是 时间越久 我们花心思要越多 嘴要越甜 明白吗 明白了 女孩也是 一开始 人家送你零食 就觉得特别是惊喜 可是当他拎着一袋子零食 坐火车 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呀 可是你没有想到 他拎着这一袋零食 要上上下下楼梯 坐火车 要走多少个台阶 才能到站台 出站口 要走多少步路 才能坐上公交车 坐上公交车 要站多长时间 才能到达学校 见到你 把这一袋子零食 捧到你的面前 你也是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丧失了最初的 那个初心了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要 记得相爱的初心 谈恋爱 需要更多的是什么 是耐心 希望你们都能 置始至终 保有这份耐心 和初心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沙娜老师 来 许总 我就想谈谈 哄在恋爱当中的重要性 哄非常重要 哄意味着什么 哄的那一方意味着 对对方的尊重 包容和疼爱 而被哄的那一方呢 是能够感受到 对方对自己的重视 关心和呵护 所以哄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哄 怎么别变成哄骗 有一种行为 就是哄骗 通常事情发生了之后 自己犯错了 说对不起 我错了 下回改 别生气 这就是口头上的 这不是真正的哄 真正的哄 第一是要用心的 用心做什么呢 用心去了解对方 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 而且要花心思 去满足对方 同时呢 要迟迟一行地 坚持下去 行动远比嘴上的甜蜜 要好得多 其实在哄的时候 一定不能只是 单方面地哄 就如同女生觉得 当时男生是追我 所以你一定要 不停地哄我 错了 为什么开始她会哄 开始她愿意哄 到后来她懒得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得到回报 你同样应该哄着她 我教你怎么哄她 你就每周给她一天时间 就让她去玩游戏 这就是哄 在她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要去打扰她 因为她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这就是哄 明白吗 她也很需要哄的 你哄着她 她就会自发地哄着你 互相哄 这就是宠 互相让 这就是爱 有这么一句话 不会哄的人 并不一定是不爱她 但是不愿意去哄的人 一定是不够爱对方的 你们双方愿意去哄对方吗 如果愿意就够爱 如果闷心思问 已经不愿意了 或者女孩只是说 我因为只要被哄的话 那你要的不是她 你要的只是一种被哄的感觉 明白吗 彼此爱对方 哄自然而然就会去做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托老师 你闹 我哄 你气 我宠 你醉 我赔 你哭 我疼 这哄 宠 陪 疼 只有哄是用嘴的 宠 陪伴 疼爱 都是要用心的 你看你刚才在表述过程当中 你喜欢哄哄骗骗 你喜欢搂搂抱抱 但是这都是花架子 你会发现 女人一旦生气的时候 就养成一种习惯 男人的本能 不是要解决问题 而是先把你给哄平稳 而事实上 最后你会发现 好 我的气是消了 回过头来一想 我所说的问题 一件都没有解决 这就形成了 生活当中的恶性循环 于是男人就掌握了某一种 最低成本的方式 就是你一旦说 我要改什么 我第一想法 不是深究这个原因 是我先把你哄骗的 气消了为止 但事情依然我行我素 如果一个女人 总是要求男人来哄自己 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 事实你就会发现 问题累积的越来越多 而男人哄来哄去 也就那几招了 所以哄和撒娇偶尔为之 对男人来说是起作用的 如果当成了家常便饭 和流行的法则的话 那到了最后 你只能让人讨闲 所以说 适当地要求对方哄哄自己 可以是生活当中的调料 但大多数时候 要直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别套路 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 他给的惊喜都不再是惊喜了 使我们现在接受的 所谓套路性的东西太多了 恰恰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男朋友 我的恋爱应该怎么谈 大家都忘了 我们全按一个标准在谈恋爱 那个标准是什么 我看现在年轻人 大多是按朋友圈发的截图来谈的 如果你们以此为谈恋爱的标准 是挺累的 可不就挺累的吗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彼此尊重 所以给你们的建议啊 就是老师们说的那些 是持宠也好 是哄骗也好 还是说尊重也好 还是说要揣摩对方的心思也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 把恋爱谈得个人一点 自我一点 你喜欢这样 你就说 我喜欢的惊喜是什么样的 你总会点它吧 它也不是个木头疙瘩 所以谁不会谈恋爱呢 其实恋爱都会谈 只是看你想不想好好地谈 没什么好说的了 因为我一直期待 放了两只箱子以后再想 什么碎片啊 什么记忆啊 是一包零食吗 还是别的什么 所以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真情60秒 我知道你是一个挺优秀的人 咱们两个都认识两年了 生活点点滴滴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你是挺好的人 而且我也觉得 我真的特别想珍惜你 你说的那些毛病 我都会努力地去改正 我真的会努力地去改正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能直接跟我说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行了 来 彼此去拿 对方给你们准备的 那个机翼碎片吧 拿了就可以回去了啊 请关门 请开门 女孩还哭了 我自家的记忆 看在心底 不管别人说的多么能听 正在我拥有的事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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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都哭了 哎哎哎 走到马路上都不想抱 到这儿这么多人看着你们抱啊 不像话 男生什么礼物啊 什么碎片啊 女生说吧 啥碎片啊 是一个睡衣 睡衣啊 怎么你们这是睡衣的记忆呢 他跟我说我不关心的 就对他一点都不伤心 然后其实这个我都买了好久了 但是就是因为前两天吵架 然后一直都没送给他 表面上说是不关心 其实我感觉到还挺关心的 好 就是一件睡衣 让他觉得女生在乎他 你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吗 我刚开始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给他买了一个手链 然后他那个手链 就是我送他的第一个礼物 然后他比较喜欢 但是在寝室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就丢了 丢了以后我跟他说 没事 以后他还会实负德的 然后又给他买了 就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哦 就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所以是想回到最初是吗 你们其实回忆一下老师们说的话 句句是不是都在里呀 没有谁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 越走越朽 最后枯萎掉 所以喜欢的还是 爱情鲜花盛开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今天是通过这个 找到了那个样子 但是未来的路其实还挺长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谈恋爱 也需要一些仪式感 至少你们自己通过这个实践 是弄清楚了 是这意思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祝你们开心 快乐送给你们 谢谢 来 两位请回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跟他结婚一辈子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赵先生 65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有请赵先生 有请 女嘉宾周女士 66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周女士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四十多年了 今儿来干嘛呀 我就想速度苦 哎呦 速度啊 结婚这四十多年了 我感觉我太累了 家里的事 一切的事全是我超完 他啥事都不管 孩子小的时候 孩子上学 我那家 我家里头那时候盖房子 缺东扫西的 完了有一天 孩子第一天开学 我就除去了 找人拉点 拉点砖 拉点什么木料 给你安排好的 你往路上拉 我俩就直接上班 不舍得休息了 我说的 你一会儿找我孩子上学 等我 在那边办完事 直接上班了 上班回来了 你看孩子 书包在家呢 这孩子第一天上学 不去报道去 完我就渴那儿 去找孩子去 找回孩子来了 一问孩子 他说我爸招募我了 招募我 他说他没招募起来 他招募完就走了 孩子就没起来 你说我来不来气 就这小事 就特多特多的了 四十多年都这样是吧 反正就是在你内想当中 这老公是不顾家 也不顾孩子 什么都不顾 那时候盖房子吧 那时候那个年代 就实话 就是那个家里的 西凉很少很少的 完了都是来人去写在吃 搬家嘛 搬家拉东西 我弟一开始吧 我不知道他找人拉东西了 我就在家煮了一锅大厂 煮锅大厂 他找人搬家来了 咱们就得换了饭了 就得做别的吃了 一做别的吃了 就饭了 就放那儿了 就不能 就没吃 等第二天早起来 我心这东西都不能冷啊 那个年代 是不能冷的东西 我就吃了 完了我就吃这些拉带兔的 别人就给我送家 送家我弟弟 那当时咱着 我弟弟说 姐夫给我姐送医院去看去吧 他说这啥呢 那你吃点振动片吧 你说那种病 能吃振动片吗 因为我弟弟就是 从各方面就看到 姐夫对姐姐不好 你说能对他印象好吗 有的时候就是说 他打电话就不跟他说了 他就从这方面 他也跳过家里 成天嘟嘟嘟的 你家从来有啥事 不跟我说 打个电话 这部电话 都不跟我打招呼 怎么的 我觉得这部对他有成见 听明白了 所以就这样事的 四十多年既不顾家 也不照顾孩子 跟您娘家的关系 也处理得不好 对对对 就这样事的 再一个 你说这现在吧 就是大了 还学会了 花钱了 他要便宜 上外的 现在要去上个药店 去买药去 都有那种积分 是不是 一打积分 完了就换那个 换点小东西 今天换个酱油 明天换个醋 再一天 这不是会过吗 会过你得这样事的 那你这人大失小 你买回那药钱 花出去了 你这药不是 半年吃不上了 那不也是半仙吗 不是那药 不是家里需要的药 对呀 就是那你就 漫无目的地 就买去嘛 您是把当 逛这药店 当超市逛是吧 对 看中什么就买什么 买回了 然后积分换酱油醋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我是拿那个 去那药店买药 您叫做积分 积分吧 我把药就买回来了 不是那药 是您要吃的吗 当时都吃 跟当时根本吃不上 吃不上啊 你说这 完了后来 我把这药 再一个 再一个他啥还啥呢 现在说话不着调 哎呀 确实在家里 他唠不着说话 说话还不着调 大概一帮人说 唠嗑说话的 人家说男人 他说北 完了人家别人 哄堂大笑 你说我感觉 叔叔没有面子 就这样事的 再后来 他都有点钱了嘛 学着打微信 就把这微信 这点钱整没了 整没了回家 上火了 有病了 你说他有病 我还得经过他吧 我还得管他吧 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能问了 能问吗 能不能买的药回来 那不我也用了吗 我没问药的事啊 我又想起了新事 想起了新事啊 大姐说你把钱 在微信里整没了 多少钱怎么整没的呀 就是三百块钱也就是 三百块钱啊 因为三百块钱 好久攒了三百块钱 我去看看也是 好不容易攒了三百 对 攒了三百块钱 不是您现在 退休工资多少钱啊 退休现在开两千六百多块钱 您一个月拿两千六百多 三百块钱还需要攒呢 如果不攒 他就不给我钱 就可通了 那您这三百块钱 攒了多少年呢 我攒了多少年才攒了两千 要不他去上伙我呢 就你这还速库啊 好几年攒三百 然后呢 这三百怎么做 反正要我花了 花了 要我给花了 您干嘛了 要我给买药了给 好不容易攒了三百块钱 你买药干嘛呀 我去买药 我去买药 买药去 我这样我已经有点渴了 我今天回去用了以后就拿去 常天说我抠 你可不是抠吗 老说我抠 那你说大家那挣的少吗不是 谁愿意抠啊 你出去的话 非得说 要是出去溜达溜达 今天要下饭店了啥的 我就不让去 有个豆腐脑烧饼吃点吧 有个三块五块的 咱俩就吃够了 他不得意 生气 所以说您下馆子 是吃豆腐脑去的是吗 就是说上外的 不用说吃好的 咱们吃排土豆丝 就是十多块钱嘛 有这十多块钱 哪家买土豆 咱们能吃几天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连拉伯伯伯出一回门 给你出一回门 走回头的 我说他三分店要菜喝点啤酒 他不干 非得找着烧饼的 那个饭店那个豆腐脑 非得要那个 还给我吃的 没吃的吃就吃饱了 我问问 您在家里说话不算数吧 我说了个干净 我说不过的 我就不算数 我说我不管了那个 他不要管 啥也不要管 我说话根本就管 所以你在家里是没地位的吧 对 你们家的主要领导应该是大姐 没地位 我也不要这地位 他要是在外头 啥都能张得来呢 那我也不愿意去 所以您家什么事 都是您做主事还是不是 是啊 都是我主事 什么事都我得管呢 我不管他不管啊 在外头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吧 有点面子 一点面子也不是会有什么的 但他家里都不够面子能讲 留面子 啥也留面子 他啥是可爱埋怨我了 最近我就好勇气 我就舍不吃 舍不喝的 我就攒了四万多块钱 我们跟前吧 有小学校 对门有个门市房 我想租下来 盘下来 盘下来 我现在卖点货 就是卖点文具之类的 完了我想再挣点钱 我不跟他说 这事我从来不跟他说 说他有的时候他还反驳我 他说我那玩意不行 现在这门两房挣钱了吗 现在没有呢 现在门市房 我还差点钱没投进去 没进来货 还没整着 就撂到这会儿了 说脑瓜又不好使了 又没务力经营了 就说那个客流量少了 你不试着 你怎么知道客流量少 他老反反反反的 所以我听明白了 合计着四十多年 您在家里搞压迫 搞得大哥这次要反抗了 反抗的原因是 您把四万多的积蓄 都盘了一个门面房 这门面房 现在在经营方面 面临着一些小困难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所以您来我们这儿 是要解决开不开门面的问题 是这意思吧 您这哪是诉苦啊 我看人家该诉苦 后来我除外的 我跟家人家 我们跟家老陈太 说的 说说老赵啊 你家那个老周 给你买个那个房子 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他还不够伤 我说我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 您都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够伤 行 他在头的门面房 我说你别头 回不来 咱俩小学校吧 学生那个少 我说你别往里头 故意回不来 他不听我 他不听 我还说还不 他不听我的 听明白 他硬往里 他非干要头 我说你头 你这钱 你也回不来 您这四十多年 生活的苦吗 咱不苦呢 苦啊 那是苦 这么好个老婆 什么都给您管了 您还苦啊 那我也有点苦 有时候他有时候 我俩吵完了 我跟他吵架 我跟他吵架 我都吵不了 我这一吵到 他前来就走了 晚上回来 我这在这嘟嘟嘟说 他睡着了 你说你都这样事的 他心大 他心大 那你这来不来气啊 来气来气 吵完了 我俩吵完了 太姐 你看到时候吧 他不够做饭吃 不够做饭吃 我还有饿了 做饭吃 哦 他还饿着您了 是吧 对啊 他不够做饭吃啊 您今天口袋里 有多少钱啊 今天口里啊 今天跟你说实话 也没带多少钱 因为他带了350块钱 啊 带350块钱 你哪来的350啊 他抄孩子要 偷摸孩子要钱 哎呀 抄孩子要钱 那也不告诉我 哎呀 坏了 我问多了啊 你这350 可别收回去啊 大哥恨我 行了 听明白了 这40多年 太不容易了 就想诉诉委屈 对 一定要诉诉委屈 然后现在家里 掩面前就出了 这么一件事 是吧 门面房 到底要不要继续投入 投入之后 到底怎么样 这好像成了这对老夫妻的一个疙瘩了 心里的一个疙瘩了 是吧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我们说40多年的婚姻 其实在彼此心里 对方早就透明的像一张白纸了 这就叫老伴 你们都已经退休了 也都老了 本该享受天人之乐了 幸福生活了 结果你们现在 感觉很烦恼 也很累 对 我们说老夫老妻 有时候外来的危机没有了 往往是自己无意有意 人为的制造了内部危机 这叫自寻烦恼 老大哥不容易的 退休以后 所有的退休工资 捏在你手里 这就是对你的信任 他买药不对 可能药是吃不上 但是他看重的 就积分的那个小奖品 肥皂是吧 对 酱油 都拿回来 都拿回来 拿回来都在家里的吧 对 说明他顾家嘛 老年人是不是幸福 有四大标准 有个老伴 有 有个老窝 有点老本 有些老友 你们两个全部都是打标的 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就牵手走黄昏了 还闹什么离婚呢 谢谢宝兄啊 来来来 我真的先替阿姨说两句话 你看 您嫌自己的先生挣钱挣得少 家还指不上他 对吧 盖房子 您一边这得担心这盖房子 还得操心这孩子上没上了学 然后之后家里大事小事 全得您一人掌控 最后做完了以后呢 还不落好 落埋怨 我这四十年过得太辛苦 太委屈了 是 但您想过吗 您这四十年过多踏实啊 他一门心思 这一辈子 这一颗心 这一个人 全都在这一个家里面 所以咱有的时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实话 我觉得呢 大姐特别爱叨唠 也爱抱怨 但是大哥懂她 因为这种爱叨唠的女人啊 通常是家里付出最多的 通常是最勤快的 通常是最操心的 所以呢 大哥就在听 听不过就跑 对吧 总之是一个非常包容乐观的心 而且大哥啊 建议让大姐一直这么唠叨下去 为什么呀 她不唠叨 她心里不平衡 因为她为这个家操了太多的心了 对吧 唯一的建议就是 大哥呢 继续让我们的大姐健康地唠叨着 大姐呢 偶尔可以下下馆子 对吧 然后呢 把那个投资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呢 投到老公身上 去吃吃喝喝 吃点热菜 喝点小酒 一起聊聊天 在厅里抱怨 多好啊 酒桌上去抱怨 那才好呢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聪明的女人 要能干 但是也应该懂得 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时候不干 聪明的男人 可以什么都不会干 但也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去尝试 聪明的女人应该管钱 但也应该睁着眼 闭着眼 聪明的男人 可以耍点小心思 但是别以为自己老婆看不见 那很多女人就是这样 干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这一辈子牢牢碌碌碌 老公 什么也不会干 到头来 却不体谅你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男人的无能 就是因为女人都包园了 就是因为女人太能干 女人应该什么家务都会 什么本领都有 但不能什么事情都尽力尽为 把老公该干的事你也带她干 或者老公积极地去尝试了 结果你批评她干得不好 那她索性就不干 明白吗 所以有很多女人 在过了三十年四十年 劳碌了一辈子之后 只要念叨起自己的丈夫 丈夫非但不体贴 你还说 是你当初说我干得不好 让我别干的 所以你应该 多多地鼓励她 让她去尝试 管钱也要管 但应该睁着眼闭着眼 有些东西就假装看不见 你要是什么东西 都掰扯得清清楚楚 男人最后的那点尊严和面子 都给你掰扯没了 结果到头来 你是做了 你还不落好 选择性地干 选择性地管 选择性地失明 选择性地看见 好吗 好 谢谢陀老师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 所谓的婚姻模式是标准的 是好的 最主要的是 在婚姻当中的两个人 能彼此体谅和理解 这个其实都看到了 43年也打 也吵 也抱怨 但是遇事的时候 都在共同的经历 也就这么过来了 这种婚姻 依然有她美的一面 她长情了 她稳定 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苦 但是在这个婚姻的背后 我们依然能够解读到那段幸福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板咱俩好好过吧 基本没有了 正大岁了 咱俩好好地安门满年 幸福生活得了 也幸好这样子 那你让我好好行的行的吧 行的好了 我就告诉你 好 那就亮灯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吓我一跳 他站到后 他站到后你知道吧 大哥 以后的彼此 我们一起相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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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送过你 谁要去分 谁要去分 我就在我 大姐特别的羞涩你知道吧 离得开他不 离不开 这就是生活 到了这个岁数就是幸福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说你们幸福啊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看见没有 这也得自己拿 多累啊 大姐 给老伴拿着 让他拎着 他拎了又 43年的婚姻 婚姻当中有人其实 付出的很多 大姐其实真的付出的很多 但如果离开了 大哥的那种配合 我相信 我们看到的付出 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 所以互相理解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进入爱情保险期间 有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 前两年还挺稳定的 自从他没有工作之后 我就焦虑了 有半年没有工作 又很爱玩游戏 我越来越害怕 他没有上进心 虽然现在他有工作了 但是我又考虑到 家庭的问题 现在都变得害怕和他结婚 不敢告诉他我的顾虑 我怕他自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爱情是浪漫的 婚姻是现实的 当然要告诉他你的顾虑 这个现实问题是逃避不乐的 但是我强调的是 该认清现实的不仅仅是你男朋友 你也是同样的 产生害怕和他结婚的原因 仅是因为他待业半年吗 还是你对他不够了解 对这份感情不够有细心 忘了你三思而后细 再一次的谢谢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